現在醫學發達 不過仍然有許多疾病 危害人們健康 惡性腫瘤 也就是俗稱癌症 過去十多年來高居臺灣十大死因之手 卻難以預防 現在英國有一項 我們未來的健康研究 預計要招募五百萬名成年人 為世上最大型醫學研究 以找尋早期預防癌症 失智症等疾病的方法 這項研究預計今年秋天開始 對倫敦西約克菌 西米德蘭茲菌 和大曼徹斯特地區超過三百萬人 發出邀請 最後會對全英國成年人開放 專門研究阿茲海默症的研究 人員指出 透過有系統的 蒐集各年齡層資訊 將能有效辨別這種疾病早期症狀 像我們的未來健康 看大量的數據 和大量的血液 會讓我們找到 trends and patterns 科學家計劃整合這些數據建立一個健康與基因的資料庫 其中遺傳風險評分是這項研究的核心重點 經由積分評測的結果有助於早期發現罹患癌症 或是預測他是否復發以及糖尿病的症狀是否變遭 目前這項研究獲得來自政府的8000萬英鎊 和民間企業的1.5億英鎊 資金希望在未來兩三年內取得初步結果 透過早期發現更能採取針對性的治療措施 公視新聞這位人編譯